我在奈何桥上排队等着喝孟婆汤 前另一个男生黄河十八晚还不走 孟婆气急败坏够了够了 你到底忘不了什么 男生放下碗大声说改革春风吹满地 中国人民真争气 我一脚给他踹河里老子在人间当社畜 来阴间还得听你鬼畜 求求大家关注小斗爱睡觉 小斗跟你们是真玩哦 给小斗一个赞会开心一整天哟 正文现在开始 生前我是个996的社畜 晚上十点半还在公司赶方案 心脏突然不舒服 等我再有意识时 人已经来到了奈何桥边 鬼差维持着秩序排队排队 在阴间是最讲素质的 别想在我眼皮子底下插队 队伍没怎么往前走 最前面开始吵吵闹闹 这小伙子都喝十八晚了 后头人都要不够喝了 喝完赶紧走啊 这怎么做鬼了还想着占便宜呢 孟婆你倒是管管啊 后面排着老长队呢 孟婆突然被Q 气急败坏的想夺过男生手里的碗 够了够了 你到底忘不了什么 男生喝完碗里最后一滴汤 放下碗 大声说 改革春风吹满地 中国人民真争气 队伍瞬间寂静无声 就连鬼叉都抖着嘴唇说不出话 脚指 这把高端局 我扒开前面的队伍 冲上去一脚给他踹河里 别的鬼精神换发 你是精神病发 老子当射处是猝死 来阴间还得听你鬼处 孟婆和鬼差反应过来时 有的跳河救人 有的过来勤住我 背着男生浑身湿淋淋的和我 蹲在桥边 面前是黑白无常 正口水似箭地叫于我呀 贺依依 你这猝死的社畜怨气挺大呀 刚来就打架兜 还有你 萧婷云 男孟婆汤 你以为是白开水呀 不要钱 一碗接一碗 我扭头看向萧婷云 刘海湿答答地垂在额前 遮挡了双眼 露出无辜的神情 黑无常 你给谁卖萌呢 你别以为你装可爱 我就不罚你了 说完拍拍胸徒 低声说了句 好烦 被老六偷了心 跟黑白无常去领罚的路上 萧婷云看向我欲言又止 有话说 有屁放 没事的话嘴别张 我不耐烦地说道 萧婷云终于没忍住问出口 社畜都像你这么外向的吗 我估计他想用彪汉 但看了看我阴影的拳头 还是换成了外向 一般外向 去银行取钱 从不带头套 萧婷云想笑又不敢 所以你真的是打工时猝死 才怨气这么大的吗 我踹向萧婷云掉进河里时 没受伤的那条好腿 工女干到二十五都能出宫 老娘打工都得打到五十五 乞丐都要挑天气去要饭 我却风雨无阻去上班 怎么你富二代生前 不是人间疾苦 死后还来给射出添堵 白无常回头凶我 贺依依 你以一己之力 拉低了整个阴间的素质 射出搞笑女死了 也不会变美女 你个死搞笑女 我被白无常骂得不敢吱声 生怕她让我投胎去做主 我和萧婷云 暂时不能去投胎了 因为扰乱了阴间的秩序 被罚作两个月的鬼叉 给阎王爷端茶 地水柔腰垂腿 阎王爷吹散杯里的茶叶 小贺 快 你同事陈庆的八卦 上回讲到一半 这回讲完它 我绝望的翻了白眼 妈的 到地府了还要打工 不仅打工 还没有工资 我劝自己隐忍 好女人志在四方 心里有苦不生张 突然一个狗头闪了一下 晃了阎王几秒 阎王 刚刚是什么狗头 萧婷云激动的叫道 那是我家哈士奇 他叫和尚 阎王 嗯 这个哈士奇 长得一张狗脸 我好奇地问他 你家狗特别黏你 所以你死了 他也迫不及待下来陪你 萧婷云的激动迅速退散 他应该是偷鱼 又掉进鱼缸了 估计这会儿往外爬呢 我不以为意地吃笑 一个鱼缸能有多大 12米乘18米 里头养了一条 我国外空运过来的 8米发财鱼 少爷 刚刚是老奴唐突了 阎王喝着热茶 听我讲八卦 听到兴起时 一巴掌拍在我腿上 这个原家怎么能选李轩呢 他不是喜欢赵龙吗 我小声嘀咕 李轩有钱啊 有钱人才终成眷属 没钱人亲眼目睹 我坐在路边看得清清楚楚 赵龙头上草原绿的都没边了 萧婷云在阎王身边伤春悲秋 他怎么能因为钱 就选择另一个人呢 爱情应该是纯粹的 不缠任何杂志的 说完看向我 你说了这么多别人的故事 你呢 应该也谈过爱吧 我故作深沉地抬起头 我这一生普通 遇到过最浪漫的事 阎王和萧婷云都好奇地等下吻 最浪漫的是 是斗地主被对方送了一朵玫瑰花 妈的 送完还嘲讽我打牌也推慢了 黑白无常来的时候 我和阎王正八卦萧婷云的感情生活 萧婷云是个顺风顺水的富二代 妈妈是女强人首富 爸爸是省厅高官 要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也就是他那只叫和尚的傻狗 隔三差五淹自己 就连来这儿 都是因为看本山大叔的鬼畜视频 笑多了笑死的 阎王大手一挥 小黑小白那儿缺人 你俩先去吧 我睡一会儿 睡醒了再接着听八卦 我吐槽到又没人陪着睡 孤单阎王两条腿 我和萧婷云又去了初见的奈何桥 去帮孟婆盛汤 最近下来的人太多 孟婆一个人干不过来 姨姨 你怎么在这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抬头 看见孟天卓正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眼眶有点湿润 七日不见 如隔一周 阎王店上 阎王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坐着 吹着热茶 眼神不断在我和孟天卓身上 瞟来瞟去 他身后站着刻瓜子的白乌肠 和包花生的黑乌肠 两脸吃瓜 四眼八卦 再一转头 萧婷云盘腿坐地上 就等着吃瓜开席了 孟天卓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腕 姨姨 原来你死了 怪不得没回我消息 这下好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大哥 咱说话带带脑子好不好啊 我无视孟天卓激动的心 按下他颤抖的手 你是怎么死的 他挠挠头 我去帮我导师做实验 不小心把自己炸死了 白天研究生 晚上研究死 孟天卓 真有你的 眼望轻轻嗓子 嘿嘿 这位帅哥 你和小鹤是啥关系啊 男女朋友 孟天卓摇摇头 我是他妈的妓子 他是我爸的妓女 说完他突然反应过来 完了 咱俩都死了 那我爸和你妈妈 不是痛失双亲 我忍无可忍地 跳起来拍他的后脑勺 孟天卓 恭喜你可以直接换个头了 这样脑子和嘴都是新的 白无常嘖嘖两声 你这张嘴 跟你妈妈的妓子一样毒舍 我都怀疑 你俩是不是亲生的 孟天卓挑眉 你怎么还骂人呢 嘴上口嗨 晚年痴呆 我同时反驳 我只是说话素质低 但内心特别善良 说完同时看向阎王 老头 你给评评理 阎王吓得脖子一缩 我长得丑 就不参与各位的爱恨情仇了哈 阎王剑没有新刮 直接把我们几个轰了出去 门外我和孟天卓 萧婷云大眼瞪小眼 最后还是萧婷云提议 带孟天卓逛逛地府 地府有一条很受欢迎的鬼街 在这条街上 所有鬼都可以买到 或售卖一些商品 热闹情景与人间无异 刚走两步 有一个红发女鬼窜出来 扑到孟天卓怀里 帅哥 想不想要南瓜信任路啊 孟天卓露出惊喜的神情 地府还有甜品喝呀 那我要三份 请我妹和她的小白脸也喝 女鬼抛着媚眼 手指在孟天卓胸前画圈 我也想要南瓜信任路呢 不要信不要刮不要路 只要男人 我左手揪住女鬼的衣领 右手轮人画圈 吃饭了吗老妹 没吃的话吃我一拳 女鬼见证拖不开 求助的目光望向孟天卓和萧婷云 夹着嗓子 音音 两个哥哥就这么看着柔弱的 我被欺负吗 萧婷云犹犹豫豫地开口 她也没做什么 你要不滚 孟天卓刚要开口 我转向她 你也滚 女鬼突然抱着我的手臂 姐姐好撒 妹妹好爱 女鬼说她叫小葵 死的时间太久 忘记死因了 只记得自己特别渴望找个男朋友 地府里但凡长得有点人样的男人 都被她骚扰过 她满是爱意地望着我 姐姐 你叫我葵葵就好了 你叫什么呀 我往旁边挪了挪 我们又不是很熟 你叫我美女就好了 小葵不死心地贴近 姐姐喜欢什么疯 可爱疯 淑女疯 还是甜酷疯 姐姐喜欢的样子我都有 我抽抽嘴角 不好意思 我喜欢杨贤峰 小葵委屈的撇撇嘴 姐姐哪都好 就这张嘴太伤人了 我把胳膊从小葵怀里抽出来 你应该庆幸 我胳膊被你抱住了 要不我还能打人呢 孟天卓出来打人场 小葵你别介意 我妹这张嘴随我嘛 但她性格很好 随我 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我一直觉得我性格挺好的 直到你说性格和我一样 真想踹你两脚 萧婷芸拉我往前走 给孟天卓使眼色 贺依依 能不能让你这张嘴歇会儿 还没带你搁逛完呢 孟天卓说到萧婷芸的示意 带上小葵跟着我俩 依依 你说你妈和我爸 能知道咱家死了吗 不知道的话 谁给咱家烧纸啊 孟天卓总算说了句人话 我眉头一皱 要不等后人问问黑无常 能不能给我妈托个梦 萧婷芸阔起的拍拍胸脱 我尸体就在我房间 办完后是我爸妈 肯定会给我烧纸的 到时候小爷养十个你都没问题 不用担心做穷人 我没好气的对她 以后别叫我穷人 太伤自尊 请叫我嫁个敏感性消费者 还有啊 我给我妈托梦 不仅仅让她给我烧纸 我得告诉她一声我死了 不然只要我活着 我妈一个电话 我就算在叙利亚打仗 我也得开着坦克回家 萧婷芸瞪大眼睛 你妈这么霸道 我白白手 你不懂 所有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 只有我妈会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小葵凑了个头上来 姐姐那你硬不硬呀 硬了 拳头 小葵机器喳喳在前面带路 时不时的偷吃我豆腐 萧婷芸不住的偷看 小声说道 你也没有你表现的那么讨厌她吗 我不屑的回她 美女都这样 大度又敞亮 说完看了一眼萧婷芸 你表现出来的倒是和你本质一样 萧婷芸以为我要夸她 兴奋的眼睛都亮了 你说你说 哥哥听着 我冲她笑了下 愚蠢又清澈 人傻钱又多 逛完鬼街 孟天卓得去投胎了 她上桥之前 不舍得拥抱我 姨姨哥舍不得你 这辈子兄弟缘分就到这了 下辈子 我一把推开她 下辈子我做你爹 我疼你 看着孟天卓喝了孟婆汤 走过奈何桥 投入生死道 我没忍住掉了两滴泪 萧婷芸帮我擦掉眼泪 还以为你百毒不侵 心脾俱硬 没想到你也有柔软的一面 我哽咽着说 别给我煽情 今日状态 呼吸正常 体温正常 饮食正常 体重异常 钱包异常 精神失常 小葵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拍拍他的背 安慰道 他只是去投胎 又不是去做备胎 你哭这么伤心干嘛 呜呜呜 姐姐 我看见卓哥走错了 左边才是投胎做人的 右边是投胎做出生的 我僵硬着头转向小葵 那你怎么没早点说呀 小葵边哭边说 呜呜呜呜 卓哥走太快了 我刚顺过来气 又硬了 拳头 送走孟天卓 我俩接着去帮孟婆干活 这几天桥上闹事的特别多 对前面一个大哥 非要我夸他帅 说活着的时候就没听人夸过他 死了必须得听一耳朵 大哥操着东北口音 未知 哥就问你能能夸我两句 未知良心也行 高低给哥整两句 让哥迷失下自我 哥 你相信一见钟情不 大哥兴奋的脸上肌肉都跟着颤抖 你是想说哥长得太帅 让你一眼就爱上哥 我拿过一碗孟婆汤 捏着大哥的下巴给他灌了进去 盲人对你一见钟情 悔恨能重见光明 投胎去把你 萧婷云看着我行云流水般的操作 比划了一个酒 六番了 因为今天帮孟婆处理了几个闹事的 他帮我给黑无常求情 让我可以入我妈的梦 想想能给我妈托梦 还有点小激动 萧婷云小声问黑无常 他能不能跟我一起 黑无常斜眼撇他 咋 这就见家长了 萧婷云挠挠头 我就是好奇 什么样的妈能生出这种奇葩 他反问黑无常 你就不好奇 黑无常沉默半晌 那咱俩偷偷看 别让贺义发现 你俩密谋的 可以再大声一点 我们从晚上十点 等到了凌晨三点 我妈愣是不睡觉 黑无常等得哈欠连天 我实在着急 就让黑无常带我上去 看看我妈到底在干啥 重回熟悉的环境 我一瞬间感慨万分 我给萧婷云和黑无常介绍 这是我小学书法比赛的 一等奖奖状 这是我初中同班男生 给我写的情书 这是我高中班草 送我的水晶球百件 这是我还没介绍完 就听见我妈房间 传来几声怪叫 我们三个瞬间面红耳赤 面面相去 黑无常磕磕巴巴的问 你爸和你妈 这是我们可以听的吗 萧婷云也结结巴巴的说 你爸妈感情挺好哈 我舌头打结的回到 头一回吃瓜吃到自己爸妈 是挺刺激哈 鉴于我妈一直不睡觉 我们三个只好打到回地府 第二天早上 阎王见到的 就是三个熊猫眼 眼带比眼大 阎王吓了一跳 你们三个半夜去偷鸡了 我抬抬眼皮 阎王早上好 有点小烦恼 春眠不觉晓 一臂晕了过去 阎王弄清楚来龙去脉 一拍大腿 早说啊 你妈不睡觉 我也能让你给他托梦 我激动的都不困了 只拍阎王马屁 不愧是阎王 有能力又有爱心 真是前程似锦 不像我 只有手头紧时间 紧衣服紧眉头紧 前程只有这四锦 阎王大手一挥 我被送进一个白色的空间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听见我妈的声音 咿咿 我回头就看见我妈 正双眼含泪的看着我 我刚想跟我妈 我妈来个热烈的拥抱 我妈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 死这么久了 都不知道给你老妈托个梦 还是你妈 我找的大师好使 我一脸蒙圈的看着我妈 什么大师 我妈自豪的冲我洋洋头 路上遇见的大师 她说我很特别 跟我有缘 能帮我跟我死去的儿女见面 我痛心疾首的问她 妈 她应该省略了几个字 你特别好骗 你掏了多少钱 我妈骄傲的举起手指 不多 才八万八 年纪轻轻的我 过着月入十万 还差九万六的日子 大师一句话 就让我妈掏了八万八 我恨铁不成钢的 握住我妈的手 妈 你把这钱烧给我也行啊 八万八 给我买多少个男模了 我妈甩开我 我还不知道你 有钱时败家 没钱时败神 想要男模自己拼搏 别总想着啃老 哦对了 你死了 也啃不上老了 我妈突然想到什么 大师说只能见五分钟 我们抓紧了 这都过去三万六了 妈 我可是阳王送过来见你的 不用担心时间 你那大师就是个骗子 回头你让他把钱还你 不还我就上去找他 我妈眼睛亮了亮 你都抱上阳王大腿了 那能不能考个地府公务员啊 我就说黑白无常太单调 你去应聘个彩虹无常当当 大师通神的事 怎么能叫骗呢 你都不知道那大师有多帅 金城武知道吧 大师就比金城武差那么一点 好不容易让我妈停下来砍大山 跟他说了我的近况 还跟他说了 孟天卓已经去投胎的事情 我妈突然沉默 我以为他是同事失去 我和孟天卓 感到伤心 感忙安慰他 妈 就算我和哥都不在了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和孟叔 嗨呀 我说我忘了神妖事 你孟叔在机场等我呢 我俩订了巴蒂亚VIP大秀 听说可好看了 我妈喜滋滋的说 终于明白 安慰别人的时候是一套一套的 安慰自己的时候 只想找根绳子一套 我想着 怎么才能让我妈 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 我妈想的是看VIP大秀的时候 摆什么pose 如果亲情留不住 那就重走精神路 我跟我妈鸡同鸭讲 对牛弹琴的聊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跟我妈分开的时候 我妈平静的说了一句话 依依 人都是要死的 我和你孟叔看得开 这辈子跟你做母女 我很开心 我被我妈这句话 感动得刚要唱两句 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妈紧接着说 我跟你孟叔去看大秀 估计更开心 亲妈 你好歹得我走了再说啊 连我你都不在乎 那你在乎什么 在乎伦贝尔吗 其实知道 我妈没受我离开的影响 我多少还是有些欣慰的 毕竟人到中年丧女丧子 我实在不敢想这种感受 眼望让黑五常接我回来 黑五常八卦的问 你哭了多久 我跟萧婷云打赌来着 我赌你没哭 我翻了个白眼 我心情不好搞活动 抽一位幸运朋友 从早被我骂到晚 你幸不幸运啊 黑五常缩缩脖子 我掐指一算 你今晚一定拉洗 因为我们心有灵犀 还没等我飞起一脚 黑五常一流烟的跑远了 刚回到阎王殿 萧婷云见兮兮的凑过来 阿姨情绪怎么样 你俩抱头痛哭了 我给她一个眼神飞刀 我妈要和孟叔去看 巴迪亚VIP大秀 萧婷云点点头 我就知道 白发人送黑发人 是难以接受 傻 我诗然的笑笑 比起没心没肺这个优点 我妈的幽默简直不值一提 萧婷云小心翼翼的看着我 没事 这不还有我陪着你呢吗 我捶捶萧婷云的胸口 做兄弟在心中 有事打我小灵通 我和萧婷云又恢复了打工日常 小葵经常带着好吃的来找我 在我的影响下 小葵也变成了嘴炮王者 那天我亲眼看到 小葵兴高采烈哼着歌 结果趴击被一块石头绊倒 我赶紧跑过去想扶他 就听见他小声说 可惜没有小烧烤 要不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烧烤 我后来问过黑无常 为什么小葵没有去投胎 他说小葵死的那会儿 还不流行都去投胎 不想投胎的 可以在地府安家 等小葵想去投胎的时候 早已经过了投胎有效期 小葵只好安慰自己 凡是看得开 生活才能嗨 于是开始在地府找男朋友 我决定趁我手里 还握有点小权力的时候 帮小葵找个男朋友 我让黑无常把地府适龄的 长得还行的男鬼都叫过来 作为小葵的好姐妹 我先帮小葵把把关 看着面前的16个男鬼 外加一个萧婷云 我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妈的 这一个个长得奇形怪状的是什么东西啊 黑无常审美就这么奇特吗 萧婷云坐在两个 流着口水的男鬼中间 阴阳怪气的讽刺我 哟 觉得寂寞了 想找个男鬼谈恋爱了 还一下找16个 贺依你胃口挺大呀 怪不得说我和黑无常 是不三不四的朋友 不想跟我们一起玩 原来你喜欢这么二的呀 我看你今晚别熬夜了 早点睡吧 心里已经这么变态了 身体一定要健康啊 我顾不上回击萧婷云 一个鬼一个鬼的说回绝理由 你不太行 你属龙 我属猴 在一起会卡喉咙 因为你打游戏太菜了 所以不是我的菜 我配不上你 我这个人比狗困 比猪产比驴匠 你有你的诗和远方 我有我的懒和嚣张 说走16个男鬼后 我说了口干舌燥 正拿起水杯喝水 萧婷云又甩给我一个眼刀 还好你没读研究生 要不你的个签 就是再读研究生 研究男高中生 我一口水喷出来 你别污蔑姐 姐不搞爱情 只搞钱 因为但凡用钱解决的问题 我都解决不了 萧婷云不信地问道 那你怎么不接单 我疑惑地回 什么单 萧婷云委屈得别别嘴 本少爷的孤单 有人在释怀 有人在风中爱了又爱 有人五百字情书写不上来 是谁 哦 是萧婷云 那天我跟萧婷云解释了 我其实是在帮小葵找男朋友之后 他就突然红着脸问我 你要不要比小葵先找个男朋友 我皱着没看他 你这人怎么这么喜欢攀比 要比就比早起 早起可以做很多事 比如睡他的回笼觉 萧婷云忍无可忍地打断我 我意思是 我想当男朋友 他说完 我们沉默了三秒 沉默过后 我左眼皮开始跳 我要发财了 我要有个有钱的男朋友了 跳完右眼皮也开始跳 我不能迷信 他还没告白呢 但我实在没谈过恋爱 回想一下生前好朋友的谈恋爱流程 我轻轻嗓子 嗨嗨 那啥 表白是不是还得写情书啊 萧婷云腾得起身 我去管小黑戒指笔 萧婷云的情书写了三天 三天里 谁给他发远程消息 都只有一个自动回复 没回消息 就是在放牛 再吵我就让牛轰你 看到这条自动回复 我给他回了一条 酷死了 我要奖励你两套房 我的左心房和右心房 后来萧婷云的情书 被贴在阳王殿的公示板上 无他 太反面教材了 亲爱的依依 想做你的太阳 高兴的时候温暖你 不高兴的时候晒死你 游戏和你当然选你 打游戏会输 打你又不会 有福同享 有肉你长 滤镜美颜加磨皮 你就是我的万人迷 萧婷云的这封情书 被阳王痛心疾首的警示 每一个想表白的鬼 不要把所有雷 都写进一封情书里 小葵知道萧婷云 给我表白后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果然长得好看的女人 都会骗人 你昨天才叫人家臭宝 今天就自己脱单了 说好不让我受一点委屈 果然不止一点点 我尴尬地挠挠头 葵啊 你要站在发展的角度看问题 我这不叫找男朋友 而是提前享用了 别人老公人生中 最年轻的时光 好不容易劝着小葵 哭哭啼啼 去坐电梯回家 给他按了八层后 他又开始哭 啊 你可真会暗示 你八层还是有点喜欢我吧 自从萧婷云给我表白后 我简直就像穷鬼突变爆发户 他天天给他爸妈托梦 梦里念着我想要的物品清单 他爸妈天天烧东西下来 前天是北京烤鸭 昨天是阿玛尼的新款包包 今天是 嗯 今天的美男杂志 怎么还没到 萧婷云咬牙切齿地 掐啊掐我左脸 我都给你表白了 还看什么裸男杂志 我被掐得呲牙咧嘴 你放心 万花从中过 片也不沾身 再说你不是还在男朋友 试用期内吗 后来他爸妈实在烦了 在又一次萧婷云托梦的时候 他爸在梦里揪住萧婷云的衣领 一闭上眼 就是你给我念单子 烧着烧那 白天要照顾你那条纯狗 晚上还要听你念经 明天我跟你妈 直接给你烧一个亿 你媳妇想要啥你自己买 我跟我媳妇 要出国挂人世界了 他爸没骗他 第二天给他烧位衣领币后 我也情话上瘾 依依依 我是5点20分睡的 13点14分醒的 我可以死 但我对你的浪漫不死 我眼皮都没抬 哦 很棒 会呼吸的男孩子 真的很加分 很爱 萧婷云受到我的鼓励 开始变本加厉 依依依 最近经常熬夜 我的肝好像不太好 你可以关心我一下 叫我小心肝吗 旁边的黑五常和小葵 听完抖了一地的鸡皮疙瘩 我波澜不惊地回 小心肝 我的脑晃我的心 我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器官 都在说着 我宣你 听完黑五常跑去河边吐了 小葵跑去跟阎王告状 后来在阎王的明令禁止下 我和萧婷云终于停下了 这种畸形的土味情话模式 我和萧婷云两个月的鬼叉 打工生活 很快到期 阎王吹吹热茶 冲我挪挪下巴 小贺呀 要不要考虑留下来转正 就在地府干啊 他身后的黑五常 也冲我实眼色 留下来给我们讲八卦呀 想起我妈的那句 应聘的彩虹无常当当 我笑出声 我眨眨眼问阎王 您老给我什么价 阎王吹胡子瞪眼 怎么还要价呢 咱这都是为爱发电 明儿我就把阎王店改名 叫发电厂 我撇撇嘴 有钱的劳斯莱斯 没钱的劳斯累死 地府皇室人 真是不当人 阎王倒没听见 转头问萧婷云 小贺留下来了 你呢 萧婷云看向我 我肯定也留下 阎王八卦的眼神 又开始扫来扫去 你俩是不是准备登记 啊不是 你俩去找小黑登记入职表吧 路上萧婷云问我 留下来可就投不了胎了 你不是想投胎 当个有钱人吗 我背过手 是金子 总会被我花光 再说了 找个有钱的男朋友不行吗 萧婷云 你喜欢玩养成类游戏吗 萧婷云惊喜地看我 把你养成我正是女朋友的游戏吗 我摇摇手指 立我一百 看我茁壮成长 萧婷云说 一百怎么够 我的都是你的 我示意萧婷云赋而过来 接近我之前 你要想清楚 除了好看 我一无所有 萧婷云小声笑道 我就喜欢你这种好看又有病的 说完牵着我的手 那我这是适用男友转正了 我亲他一口 爱情事业双丰收 以后你住我心里头 身后黑五常小声吐槽 迟早把那条和尚带过来 按头吃狗粮 番外 和尚来地府了 萧婷云他爸妈出国后 和尚跳进鱼缸没人救 终于被淹死了 一开始 阎王还是很喜欢和尚的 觉得一条哈士奇 养在店门口 气派 可惜在和尚抓破他三件外套 弄坏五个茶杯 啃碎八本生死不后 阎王改变了这个想法 他呵斥萧婷云 赶紧把这条纯狗带走 越远越好 和尚暂时养在小葵家 每天天不亮 小葵就被和尚的嗷乌声吵醒 带他出门散步 晚上刚睡着 又被和尚的爪子拍醒 半睡半醒地 带他出门溜弯 小葵也受不了了 他让萧婷云赶紧把这条纯狗带走 越远越好 和尚暂时养在黑五常家 黑五常作戏很规律 带着和尚出门玩 毫无问题 但他最近交了个男朋友 两个人刚要亲热的时候 和尚就跳出来 一人给一狗爪子 甚至刚刚亲完 和尚就马上舔干净黑五常整张脸 真实演绎 什么叫舔狗 黑五常男朋友用分手要挟 黑五常让萧婷云 赶紧把这条纯狗带走 越远越好 和尚暂时养在孟婆家 孟婆家里空荡荡的 和尚不拆家 孟婆天天出门散步 比和尚还勤快 结果没想到 孟婆不会做饭 天天给和尚喂孟婆汤 导致和尚天天忘记自己是一条狗 总以为自己是河里的美人鱼 趁人不注意就跳下去摇头摆尾 负责清理卫生的鬼差愤怒了 他让孟婆赶紧把这条纯狗带走 越远越好 后来事情终于得到了解决 因为孟天卓又回来了 他上次投胎走错路 投成了猪 刚长到五十斤 就被宰了做杀猪菜 孟天卓猪身形态 没办法再做回人 两望只好把和尚魂魄 放到了猪身上 去投胎继续做猪 孟天卓魂魄就代替了和尚 留在地府 我问孟天卓 请问做完猪做狗 三百字感受有没有 孟天卓狗眼不屑地看我 好歹我生前智商比你高 你这叫不叫猪狗不如 和尚身孟天卓魂的哈士奇 两望小葵孟婆黑无常 争着抢着药 孟天卓疑惑地问我 我可是你哥 你怎么不争议争我的抚养权 我牵着萧婷芸的手 在他眼前晃了晃 你妹妹我最近恋爱脑 怕狗粮太多把你撑死 萧婷芸手指张开 跟我食指向扣 你说什么都对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